1月30号 A股五间点评 大家好 我是网络财经 客帐50连跌三天 连续创历史的新低 短线维度看 是不是机会呢 能不能有超跌反弹呢 户指考验了20日均线 我们该如何去看待 今天五评除了聊客帐50 上证指数 也会聊一下白酒 券商 光伏 传播板块 还有聊一下上证50指数 我们先看一下客帐50 客帐50如果看客观盘面的话 下跌趋势 下跌结构走得很差 但今天五评 我要做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 从我的盘感上 从我的一些经验上来去分析 我们得出一个主观的观点 就是我认为这个位置 是短线的机会 可以去关注一些超跌反弹的行情 这个位置虽然说是逆势 但值得小仓位去试错 再说一遍 值得小仓位去试错 试错成本 你可以把它限制在五个点以内 可以去小仓位试错 那么在今天上午直播的时候 我们就反复强调 当客帐50 今天盘中跌幅超过2%之后 那么今天的最低点呢 是下跌了2.18% 可以小仓位试错 拨往上的一个反弹 那么有朋友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说客帐50ETF 为什么我早了早有那么多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背后有很多基金公司 客帐50指数只有一个 但是基金公司都可以基于这个指数 去发行自己公司的ETF产品 那么大家在选择ETF的时候 最好是选择那些成交金额比较大的 ETF整理规模比较大的 还有一点是管理费用 交易成本比较便宜的 走势其实基本都差不多 基本上都是复制客帐50指数的一个走势 但ETF由于基金公司不一样 可能会略有差异一些 好 这对于客帐50的判断 更多的是基于主观的一些盘感的判断 值得去试错 然后再聊一下上证50 上证50是跌了两天 今天是一个低开下杀 那上证50 我们看这波出现了不错的一个上涨 但这个上涨并没有去 刺破之前这一个高点 也就是说 它之前的下跌结构的颈向位并没有刺破 那这是结构上的一个关键位置 然后下方有20均线 还有这条超白线 我更期望于 它能够去回踩这条20均线 能够去回踩这条黄色超白线之后 然后再往上有拉升 所以只要上证50没有跌破这个位置 没有跌破这个颈向位 那么这个回落 回落到20均线 再拉升会更理想一些 至少结构上会走的会更标准一些 这有对上证50的一个期盼 所以上证50短线 等待它再往下跌一跌 再关注低期的机会 然后再来护指 护指今天是跌破了20均线 回踩了黄色超白线 今天最低点是在2853点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只能讲 有一些个股跌出的机会 但是指数想要直接涨上去 很难 很难 20均线角度现在是向下的 从指数层面上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最近这段时间的时空关系并不好 就是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因为最近走了一个V型反转 波动很快 波动很快 那短线操作难度就会比较大 因为我们短线基于技术分析 主要就是看量价时空 量能有放大 但是没有超过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放大 价格有拉升 拉升速度太快 所以导致了时间空间关系不好 那么在这个维度上我去分析的话 其实我更希望护指能够在20均线 和我们这条黄色超白线位置附近去横盘震荡 去横盘震荡个一周时间 把这个时空关系修复完之后 然后再去重新选择方向 或者说再去重新往上拉升 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们看震荡 看或者在20均线和这条超白线之间 去做一个震荡 来修复这样一个时空关系 时间与空间的关系 然后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萎缩 目前成交3800亿 预计全面成交可能不到7000亿 只有6500亿而已 市场情绪很沉闷 那么这代表是什么 其实这不仅仅是很多中小投资者 中小散户投资者 在春节之前可能选择休息 或者选择少做 而且就算是一些大资金 那么在春节之前 预计也不太会有大动作了 各位你们觉得呢 就不仅是散户可能春节之前不做了 或者做的很少了 大资金在春节之前 也估计不会再有像这种大动作出现了 因为的确需要耗费很多钱 那么我们去做一个中期判断 中期判断就是在春节之前 我们不担忧护子会往下再创新低 同时呢 也不奢望指数能够去往上再次这种大涨 就是一个震荡行情 就是一个围绕20均线 这条超盘线 一个上下的震荡行情 那如果说互指是这种节奏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去关注像科障50 像中小盘股 它的一些超跌反向的机会 同时呢 也可以关注一些中字头股票 那么这种全种股票连续往下回落 下跌三天之后 那么它的一个低期机会 所以现在需要做的是一个耐心的一个等待 需要去等待的一个更低的价格 去进行低期则时 然后再聊一些板块 第一个看白酒 白酒在今天是下跌了2.3 跌的是比较多的 白酒我们在过去 在这几天做直播 包括在我们做板块分析的时候也谈到了 白酒的最大的制约因素 就是在于成交量 成交量不行 过去这三天量能 虽然说超过20均线线 但是低于这个时候成交量 低于整个市场 这种同比放大的一个成交量 而且内资外资 在每一次出现拉松的时候 我们发现都没有去关注到白酒 所以白酒现在是不受待见的一个方向 再加上量能不行 价格也很明显 跟其他板块比也不行 上不上下不下的 那么白酒板块接下来预计 很有可能会往下再创新低的一个走势 不关注 再聊个券商 券商今天是低开高走 目前是微跌 券商我们希望往下至少跌破20均线 如果能够去回踩超白线那就更好了 所以等券商跌到20均线 跟这条黄色超白线之间 再关注其中券商个股的机会 而现在等下跌 再看光伏 在昨天我们提到光伏板块 那么昨天光伏是大跌 然后今天光伏又是出现低开 低开创新低破位了 破位之后要干什么事情各位 要认错要认错要认错止损 那么未来光伏就不关注了 因为技术面已经完全破位了 技术分析已经没法去看了 这是光伏的思路 要认错未来不再关注 再看船舶 船舶就是航海装备 今天是低开高走 目前上场版正 今天军工板块整体表现还行 那么就单聊船舶 船舶来讲的话 目前的位置不合适 虽然说最近我创了过去两个月 三个月的高点 但是这波快速的拉升 我们说时空关系走的不理想 一波快跌 一波再快涨 时空关系不理想 所以从严格的技术分析上来看的话 很难去折时 对吧 很难去折时 找到一个合适的买点 所以操作难度很大 操作难度很大 像这种操作难度很大的一些方向 时空关系走的不是很好的一些方向 我的态度是 宁可错过 也尽量不要做错 宁可等不到我们想要的机会价格 也不要去放大风险去追 这是今天五评 我去表达的一些思路观点 接下来更多去关注一些超跌反弹机会 包括或者说等强语股票回调之后的机会 但折时一定要苛刻一点 一定要选择那些量价时空关系 都会比较不错的一些板块去做 个股去做 这是今天五评思路 最后呢 希望各位点赞关注 网网财经 要打了 请不吝点赞关注